事件局行政總監委致誠說,正制定九龍城聖德街重建項目收購補償方案,將會向業主發純。 事件局去年,在九龍城區,啟動兩個公務員建屋合作社,樓宇重建試點項目。聖德街和靠背隆道項目,其中涉及聖德街上訴個案已經在6月處理。 局方正為業主制定收購補償方案,稍後會發出收購建議行件。 預計項目重建後,提供大約640個單位。 為自成期望有關業主,可以了解方案是合成合理,已經平衡居民需要和公共資源的有效運用。